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来 爸 妈 这么晚 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我有件事想问妈 什么事啊 那首歌 无论如何妈都会跟我一起唱吗 你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 没事 我只是想让自己再安心点 妈 确定吗 你放心 这件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首歌 一定是我们母女合唱 那你们先休息吧 我先回房间了 看见没有 就她现在这副样子 你忍心在给她增加压力吗 好好休息 把所有的力气 都放在明天柔柔来家里这件事上 好吗 好 你没关系 我先回来 你不关系 你不关系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 你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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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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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徐若霖 小姐有什么事吗 不用担心 我打过来不是骂你 更不是问你要钱 只是有些话我要说清楚 首先我承认在关一家说的那番话 确实难听了些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我愿意道歉 不用了 如果徐小姐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只是道歉你想我会打来吗 坦白说 我打过来的主要目的 是希望你不要误会 不要因为我说 关一的口味转向低档廉价俗不可耐 而让你产生错觉 不以为关一真的喜欢你 徐小姐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跟关一之间根本没什么 你们确实不可能有什么 我知道 关一有才华又有魅力 女孩子见了她没有不动心的 更何况她现在对你处处关心 呵护备致 你对她有所期待 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姜美丽 我好心提醒你 关一这么对你 不是因为你的人 而是因为你的声音 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我信你可以问她 像你这么平凡的女孩子 关一是不会喜欢的 你放心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而且更没有痴心妄想过什么 那就再好不过了 希望你以后几年盛行 不要再做让人误会的事 徐小姐 你的提醒我会铭记在心 但有些话我也要告诉你 关一不肯跟你复合 那是她的问题 应该跟她解决 而不是把你的脾气 随便发现在别人身上 姜美丽 姐 我好怕啊 姐 姐 我好怕啊 姐说 会好起来的 妈 妈 请不吝点赞 我还是听一下 你听一下 我懂什么 我缓人 对不起 我 我勉快 不二 你 淘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女儿会不会 会不会怨我当年抛弃了她 她不肯认我呀 不会的 她要不肯认你 就不会跟锦绳来咱们家了 你说的有道理 我回书方出了一点事情 看你这么心神不宁的 把我都给搞焦虑了 那你要快点下来 知道了 不是早就出来了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呢 喂 爸 怎么了 今天几点回来 节目快录完了 应该不会太晚 今天晚上家里请客 来的都是你认识的叔叔 伯伯 他们说徐晓斌见你 想见见你 你看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跟大家一起吃个饭 不了 爸 你知道我最讨厌这种场合 而且我还要练舞呢 晚上快晚点回去 你们聊得开心点吧 好的 你也别太累了 好 拜拜 等下汪璇不管问你什么问题 你就都推说当时年纪太小 全忘了 你只要满足了他 他期望重新见到女儿的心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见好就收 明白了 我明白 机灵点 王选 今天孙哥 把你女儿带来见你了 职灵点 蓉蓉 蒙蓉 荣蓉 干吗 我对不起 蓉蓉 对不起 蓉蓉 对不起 蓉蓉 你是妈妈不好 对不起 你只想妈妈找你好情好情 对不起 你只想妈妈找你好情好情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妈妈绿叛念 连琢磨都在想着这一幕 妈妈甚至都对老天爷洗了眼 只要能让我再见到你一遍 让我赏获十年妈妈都愿意 丽点老天终于开眼 好险 母女重逢应该是温馨感人的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那个 姑娘 到这儿你千万别拘束啊 这位是徐先生 您好 你好 那个 大家别站着了 进来吧 请喝茶 请喝茶 王璇 你有没有发现这孩子 跟你颇有几分神似啊 孩子 你现在还叫柔柔吗 我叫姜美丽 姜美丽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我总觉得 跟你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么巧啊 你们认识 之前偶遇过两次 对 要我说啊 这就是缘分了 要不然老天不会安排美丽 一次次地出现在王璇面前的 是啊 是啊 可是我却没能认出来 还绕了这么大一圈 你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看来这母女团聚啊 还真是天注定的事 孩子 孩子 你现在 过得还好吗 你养父养母 对你怎么样 我过得很幸福 他们都对我很好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听你孙叔叔说 小时候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了 是 我完全没印象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你是被领养的 难道你 养父养母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 是因为我们找上门 他们才告诉你的 王璇 这表示他们呀 真的把柔柔当成 亲生姑娘一样疼爱 你应该感到欣慰才对 是 天豪说得对 至少你是被疼爱的 这样的话 我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要不然 这些年我 我光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受煎熬 蓉蓉 妈妈真的很后悔 我当年无论如何 我都不该放开你的手 我发过誓 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 我一定会向所有的人宣布 我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不会让你再说半点委屈 我们母女俩再也不要分开了 永远不要分开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我很爱我的家人 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只是来看看你 让你知道我过得很好 不用再挂念我了 其他的 我不想有任何的改变 蓉蓉 你知道 妈妈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妈妈真的很希望 你能回到我身边 真的 你能回到我身边 王璇 你别着急 我知道你想了二十年了没错 但是这一切对柔柔来说 都太突然了 你也应该替柔柔想想 多给她一点时间 去适用这种巨大的转变 不管怎么说 起码现在你应该尊重她的决定 是啊 是啊 柔柔还有养父母那一家人呢 不管怎么说 你总不能太自私地 把别人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说抢走就抢走吧 毕竟 人家也是美丽的大恩人嘛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是你女儿这件事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柔柔 对不起 我只想做姜美丽 我不想让我的养父母伤心 让他们以为 我想舍弃他们 是 是我太贪心了 能够找到你 已经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了 真的不应该 多做别的非分之想 好了 我知道了 对不起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都陪妈妈你活啊 姜美 你怎么不回我呢 难道是我的内容打得不够 客气委婉 我 昨天 徐若霖的事 跟内锅煮坏的米一样 是个意外 你不必放心上 也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条件不好 对啊 清楚明白 梦青 熊好不好 又来了 慢个慢个 熊到了吗 看了吗 至少回个笑脸啊 啊 姜美丽懂不懂礼貌啊 小时候 小时候 你总是跟着妈妈身边 黏着妈妈不放 你还喜欢妈妈唱歌给你听 特别是那首 亲爱的小孩 你总是要听过好几遍 才肯乖乖去睡觉 对不起 我真的完全没印象了 没关系 我记得就行了 没关系的 这二十年 这二十年 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悔恨中度过的 所以 我决定退出歌坛 不再唱歌了 幸亏你平安长大了 要是你有个什么闪失 我希望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孙先生说得没错 幸亏没让他知道 他的亲生女儿已经死了 柔柔 美丽 你怨我吗 我没有 可是从我们见面到现在 你一直跟我那么生疏 不是 我只是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是 是我太心急了 我没有经过一点母亲的责任 我怎么能 希望让你接受我 不是这样的 真的是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虽然 你没有陪伴在我身边 但是你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我 给我带来了很多幸福和快乐的回忆 好几次我难过的时候 也都是你的歌声安慰了我 你努力地寻找我 但是这些年 我过得一点都不孤单 我有爱我的家人 我很幸福 等一下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姐 你到底在哪儿啊 妈已经做完手术了 情况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你赶快回来吧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出来太久了 我该回去了 好啊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蓉蓉 我只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我没有别的想法 你不要连这个都拒绝我 好吗 走吧 徐总不是说见好就收吗 你让汪璇送她回去 就不怕节外生枝 恰恰是怕节外生枝 才让汪璇送她 不让送她会死心吗 万一再出了纰漏 那才得不偿失呢 你去告诉那姑娘 汪璇再去找她 让她给汪璇钉子跑 并且要明确地告诉汪璇 她不想再见她 这样往复几次 比汪璇的性格 她一定会直男而退的 有男朋友了吧 没有 我这个样子有谁会喜欢 谁说的 你看你 长得眉清目秀 笑起来又好看 很迷人的 我相信真正懂的人 一定会喜欢你的 也只有您会这么说吧 听说你在快递公司上班 是 那多辛苦啊 要不要 麻烦你找个其他的工作 不用了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而且已经习惯了 可是妈会舍不得你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啊 脚踏实地地 靠自己的能力 认真地过日子 真是个好孩子 看来你养父母 把你教育得很好 可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还有我这个妈 可能你现在还不习惯 但是 如果有什么需要 就一定要让我知道 好吗 我知道了 我会的 柔柔 柔柔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小李 你开车小心点啊 到达到了 麻烦你前面停一下 停停停 你家住在这里啊 这附近 我家前面的巷子太小了 这车不太好过 那我可以陪你走回去啊 绝对不行 我的意思是 您是公众人物 出现在我们那里不太好 而且被大家看到 会很麻烦的 柔柔 一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叫我医生妈 可以这样叫我吗 对不起啊 我又赶不紧回去了 柔柔 我的柔柔已经长大了 可她再也不是我记忆中 那个爱缠着我 喊我妈妈的小女孩 喊我妈妈的小女孩了 应该真的已经走了吧 看王璇的样子 真想跟她说实话 可是一想到她女儿死得早 我的话又只能拖得回去 说谎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尤其是这种迷天大谎的 真的是太痛苦了 好 美颜 姐 怎么样 妈醒了吗 不知道 还在进护士 美丽 一大早去哪儿了 今天你妈做手术你不知道 我去办件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情 比你妈做手术还重要 你爸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我们陈金书家属 她情况怎么样 疏忽情况十分稳定 一会儿咱就会安排转移到病房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好 谢谢啊 谢谢医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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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妈总算没事了 是啊 是啊 从你妈住院到现在 咱们家 没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 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下算是好了 希望过去那些倒霉的事情 随着这一刀下去 一切都结束了 要不然 这医药费 住院费 咱哪付得起啊 进来 进来 总监 刚才 我 汪老师请人打来电话 让 让我们转告总监一声 转告什么 他说 期限已经到了 但是 总监并没有让他听见 听见那个 新人的声音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 一口气把话说完 汪老师说这应该就代表着 确定由他与许若林一起合查 他还舍不得别离 话说慢一点 怕别人不知道你废话量好吗 事事多变化 打给汪老师 说我知道 是 等等 姜美丽来了吗 总监 总监约了姜美丽 我不是让你叫快递来收件吗 哦 对对对 快递到了 可不是姜美丽 为什么 为什么是姜美丽 因为快递公司那边说 姜美丽请了长假 长假 姐姐 都一定要想赶าย 她还得来不离开 我什么时候 我还得来不脸 我先说 她还得来不让你 我心里想你 我最后得来不离开 你还好吗 我很好 对不起 我现在帮没事的说话 再见 这几天 姜美丽又跟我们不断地报告 说王璇一直没断了跟她联系 但她就像我们吩咐她的那样 不断地在拒绝王璇 她说听得出来 王璇很伤心 对了 她还问 我们答应给她的那笔尾款 什么时候能到她的账上 她着急用 告诉她 孟王璇彻底死了心 我自然会给她 你那两百万 也是一样 谢谢 谢谢 小李 你在车里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我想请问 是不是有一个叫江美丽的女孩 住在这里附近啊 你就是那个歌星汪璇吧 一场美丽什么事啊 我是受朋友之托来找她的 请问您是美丽的 我是她房东 原来美丽小时候 您就认识她了 是 她们家跟我租房子租了二十多年了 美丽这孩子也是我看着她长大的 美丽这孩子从小就心地善良 人也很孝顺 还记得那一年她妈妈得了疾病 你说她一个五岁的孩子 半夜里冲出家门 挨家挨户地敲邻居的门 让我们去救她妈妈 哎呀 要不是美丽啊 静珠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没命了 要么我们这些老邻居都说什么 说美丽啊 是老天爷赐给他们老江家的福星啊 那 那 那美丽应该还有弟弟或者妹妹了 是啊 她还有一个妹妹 叫美颜 是美丽来了以后才生的 那 听您这意思 美丽不是她爸妈亲生的 她应该是被江家收养的吧 呃 这 你不用担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纯粹就是关心 这你要是早些时候问我 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 因为美丽她爸妈千叮宁万嘱咐 不能让美丽知道这个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前不久 他们自己把这件事情告诉美丽了 她爸妈对她都很好 特别是她那个妈 比对自己亲生的还好呢 只是我们这些老邻居可都看在眼里的 美丽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赚钱养家 他们老江家的生活的一半的重担 都是压在美丽街上的 她妈妈得了重病 需要开刀 光她手续费啊 就是一大笔之处 本来我想到美丽谈谈房子买卖的事 因为我儿子也急等着用钱 前些天都约了赶集网的人过来看房子 这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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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什么男生啊 保佑我呀 保佑我们全家呀 医生说了很快就能醒的 这都几天了 这都几天了 哎呀 保佑啊 静叔 爸 爸的年纪大了 复原能力也比较差 等他休息好了 我相信他自然就会醒了 静叔 静叔 静叔你醒一醒啊 医生说了 你的手术很成功 你很快就能醒的 静叔 你是不是很恨我呀 你想骂我 哎呀我知道 我没有用 爸 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再想办法了 你这几天 不眠不休地址守着妈 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这里有我呢 美丽亚 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了 这段时间 可把你拖累了 这个家 应该是由我撑起来的 我不但没有撑起这个家 还连累了你 拖累了你呀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是一家人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吗 那个女的好像四王选的呀 四王 这个家 多亏有你之称啊 爸爸没有这个福气 不配有你这样的好女儿 爸 你说当初是从街上把我捡回来的 你知道我爸妈为什么不要我吗 我当时记着我开这个车 突然路边就钻出你来了 哎呀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 谁家肯定是把你给遗弃了 美丽 你 你怎么来了 你你你你就是那个 大明星王选 幸会幸会 是挺漂亮的 等一会儿 有些话 我一定要跟你养父说 你就是美丽的养父吧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不客气 有什么可信 哎 哎 担心我什么 谢谢你 替我照顾了美丽啊 我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后悔 抛下了美丽 你说 你抛下美丽 我知道了 那也就是说 你是美丽的亲生母亲了 我以为警生都跟你们说了 他没说吗 谁谁是警生 是 爸 妈不是刚快点滴了吗 怎么护士小姐还没来啊 他们是不是忘了 你快去看看 不是 你今天主动找上门来了 别怪我说话不客气啊 你歌唱得不错 可是你这个做人有问题啊 你这亲生母亲就把孩子抛弃了 自己嫁到富豪那边吃香的喝辣的 你就不管女儿了 爸 误会了 我没误会 他自己说他把你抛弃了 要不是碰到我 还有我老婆 美丽能有今天 你能见得着她吗 爸 喂 美丽 你爸爸说得对 你们把美丽照顾得那么好 如果有机会 我真的很想问 很想为你们家做点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都晚了 爸 别说了 爸 你快去做个护士小姐 我就 我 医生来了 你们是陈静书的 我是他女儿 财务那儿叫我通知你们 还有一些费用没有缴 我们现在有客人在 等等一定会去缴费的 护士小姐 我跟你一起去吧 看有还有什么特交的 我都一起交了 汪小姐 不用麻烦了 这笔费用我们会看着办的 对不起 你这么一点等我一下 美丽 你不要再跟我客气了 我是真的 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的心意我很感激 但是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我们不能收 好吗 孩子啊 你养母这么多年来 对你付出了心血 再把你抚养长大 所以光这一点 我就感激不尽 如果真的能为她做点什么 也是了了我一份心愿啊 你懂吗 不要再拒绝我 好吗 这钱我们要了 我们要了 爸 你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你告诉我 我去去就来 汪小姐 汪小姐 爸 我问你 她怎么会来这儿的 她口口声声 说是你的亲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好意思骂人家 还拿牙钱 我怎么骂她了 人家说锅子 那我就说盖子 人家说什么 我就顺着她的意 打什么呗 你先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在妈动手术之前 我碰上了汪璇以前的经纪人 她说汪璇在找女儿 所以你就是汪璇失散多年的女儿啊 我是假冒的 为了骂她手术费 我只好答应孙先生 假冒她的女儿 所以 千万不能穿帮了 你是假冒的呀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要是你妈醒了 知道这件事情 她会气死的 人家亲女儿要是回来了 她会控你 你诈骗罪的 她女儿死了 死了 反正 这件事情闹得越大 去越容易看帮了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美人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得想办法 在事情闹得更无法收拾之前 让这场闹剧结束 这不是梦闲吗 我小时候就是 听她说长大的 真的 真正是她 这不是欧险 这不是欧险吗 天哪 这不是早明星欧险吗 她就是欧险吗 她是姐的偶像 我等会儿就跟姐说 爸 姐 你们知道我刚刚 都看到谁了吗 是早明星欧险的 姐 她不是你的偶像吗 你下午是有课吗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做事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不上课 老师请假了 姐 你赶快去找她 爸爸和姐姐一天没吃饭了 赶快先去给爸爸和姐姐 买个盒饭啊 什么 我才刚来 让我喘口气啊 喘什么气 再喘气就来过急了 我不要去 你就是美丽的妹妹吧 我 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什么呀 你又不是小狗 你一点礼貌都没有 看得出来 你和你姐姐感情一定很好 阿姨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把美丽当作自己的姐姐 天哪 陆雪竟然自说是我的阿姨 这一定是真人秀节目 在哪儿 摄像机在哪儿 阿姨 在哪儿 老婆女儿 你就不发烧了 哪有什么真人秀节目啊 你想当明星当僧了 那我不信 爸和姐为什么会认识汪璇啊 我 我还是 你们又有事情瞒着我 每次都这样 家里有什么事情 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就像上次姐不是妈的 亲生女儿 这点事 行了 都别说了 我告诉你 汪璇 就是你姐姐的亲生母亲 亲生母亲 亲生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